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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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刻在脑袋里最深处的熟悉男生 白亦 扮着打火机点烟的清脆嗡鸣 酒杯碰撞之音 男人的笑声滴滴传来 仿佛愉悦至极 祝大家今夜晚的尽兴 糟糕 白亦看上别人 而伸手揽住我腰的人 我故意装作没站稳 高跟鞋狠狠踩在对方脚趾头上 我被他呼通甩开 跌在地上 服务员的惊呼声跟酒杯摔碎的声音响起 外套滑落 穿着泳衣的身材暴露无遗 说真的 为了让腰保持最佳状态 我差点给自己饿撅过去 每天吃草不说 健身瑜伽普拉提加树腰 眼下生肯一头牛的欲望都是有的 我的身材数据已经达到了最完美的状态 甩开我的男人 呼吸变重了 他道歉后将我重新扶起来 而手也搭在我的后腰处不肯松开 他牵着我的手慢慢朝一个方向走 我平住呼吸 几乎能听见心脏跳动的声音 我再赌 赌白衣一定也在看我 只是我失败了 男人领着我一路前行 从刚才的肢体接触来看 对方应该四十来岁 胖 不算高 越接近房间我的心就越沉 这一场准备已久的狩猎就这么失败了 可就在快到地方的时候 男人突然松开我的手 随即便走开了 失去了牵引 我茫然地站在原地 一动也不敢动 我也不敢取下眼罩 我知道在这里不管是哪个角落都遍布了摄像头 只要我取下眼罩 我就会马上失去参加这场潜规则游戏的资格 没有人来也没有人管我 我站了半小时 脱下高跟鞋 仍旧戴着眼罩贴墙 乖乖报夕坐下 这一座就是大半夜 很冷 冷得我腿都要麻掉的时候 我终于等到了我要等的人 有人弯腰伸出手指 贴上我的脸颊 缓慢有礼 手指冰凉 我颤了一下 隔着眼罩我也知道 这人的目光危险又邪命 他像在审视一件商品一样审视我的脸 那是一种不带任何感情 也不带任何人性的目光 他有的只是一种性化的意味 白衣轻笑一声 嗯 腰不错 房间里眼罩突然被他取了下来 我却抬手捂着眼孩 是不敢看他 胆子这么小 他痴痴笑 怎么跟我 再说你在公司又不是没见过我 见过但不多 白衣在这座城市里 旗下产业不止涵盖娱乐 房地产 金融 医疗 他通通都有涉猎 所以他来公司的次数也不算多 而在娱乐圈 谁要是能搭上白衣这两个字 接下来的星途坦荡 大红大紫都是意料之中的事 白衣让我把手放下来 他居高临下看着我 抬手解睡袍腰带 我小声迷茫道 白总 为什么是我 两月 为什么是我 两年前堂堂喝醉了酒 给我打电话 那时我忙着打工 没听清楚他在说什么 我小声哄他 答应他我下班了 给他拨过去 他像个小孩一样耍赖 嘟嘟闹闹的一直缠着我 给我讲我们俩小时候的事 也就是那通电话后 我再拨过去 就再也没打通过了 堂堂是从二十八楼跳下去的 他是真的不想活了 而此时 白衣只是用他那双狼一样的眼睛看着我 毫无波澜 理由也足够简单粗暴 他抬手食指前端 缠着我的头发 用力收紧时 我感觉到头皮上传来有尖锐的痛感 他轻哼 因为你足够漂亮 一年后 我爆红的速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一线广告影视 接到手软 但上周我跟白衣闹矛盾了 这一年来 我极尽乖巧听话 从来没有背逆过他半点 但这次 我已经连着挂了他十通电话 杨姐拎着爱马仕碎步踩进来 脸色焦急 阿月啊 我的小心肝 你跟白总还在闹啥呀 再闹下去 你的资源都被别人抢光了 化妆室的门被人推开 是江心柔 他跟我那晚见到的样子又不一样了 大概是这几天又获得了白衣的宠爱 走路的状态像挤了一只趾高气昂的白天鹅 他的经纪人 抱歉啊 杨姐 刚才接到上头通知 杨姐当下所有的代言跟骗约都先搁置 一部分由我们家心柔接手 对了 包括现在这间私人化妆室 从我跟白衣在一起后 杨姐就把重心放在了我身上 在公司里 他也是元老级别的人物 这一下被江心柔的经纪人这么突然一将军 他也受不了 你算什么东西 我刚进公司跟着白总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在哪个剧组断咖啡吧 我们今天就在这里化妆了 你能把老娘怎么样 门再次被推开 一周没见的男人一身灰色西装 缓步走进来 路过我身旁时 就好像我只是一个空气 杨姐脾气渐长 男生夹着野鱼 白衣沉身坐进沙发里长腿交叠 手抬起时 身旁的秘书已经将点烟气递了过去 整个SK娱乐公司也就只有白衣 有这个权利在有着这么多艺人的化妆室里抽烟 白总 你看他们江心柔撒娇的声音还蛮好听的 这是我怎么学也学不出来的 白衣曾说我人长得这么漂亮 很多时候却看着有点呆 杨姐一见到白衣就没了脾气 白总真不至于生这么大气 月月尽生病了 状态不好 白衣却冷不丁打断她的话 跟我有关系吗 上周还带着我在法国拍卖会 一致千金拍下天价珠宝送我的男人 眼下已经变得冷意森森 生人勿尽 我也不说话 起身让出位置 江心柔气顺了 唇角的笑意仿佛告诉我 就凭你也想跟我抢白衣 白衣在拨弄拇指上的宝石戒指 那是上次拍卖会一起拍下来的 我带的女士款价值八十万美元的粉钻 情侣款 买的时候我不肯收 戒指的含义不一样 这个我不能要 而她当着众多外国人的面 低头与我亲密交紧 言笑艳艳 阿月 别太贪心 只是个小玩意而已 只是个小玩意而已 而我也只是一个玩意而已 从公司离开后 公司大楼门口 一辆黑色兵力等在下面 这是白衣的车 司机主动替我打开门 杨姐拍拍胸口 看吧看吧 我就说你们俩不至于闹这么讲 说实话小月 白总对你真的挺特别的 我笑笑没说话 而上车后 司机开口道 梁小姐 白总刚才打电话 让我送您去赵老板家 赵一坤 52岁 负责工程招标的一大肚子中年男人 白衣 他把我这个玩意送给别人了 杨姐脸色变了变 但很快又恢复了正常 她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重新摆出笑脸来拍拍我手背 小月 小时小时 她没有上车目送我离开 想来这样的事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车到了目的地后 我的手机却突然震动了起来 白衣来电 这次我接起来 那头一声轻笑 怎么不闹脾气了 沉默几秒后 我小声道 是需要我陪她睡觉吗 她的笑声越发愉悦了 阿月明知故问 她好像在期待我的激烈反抗跟唾防 历尽这一年里 在所有人的眼中 我是夜内出了名的 舔白衣跟乖巧听话 而上次的矛盾 是我突然毫无预兆地 从聚会上跑掉 一连挂掉她的十通电话 如果是你想要的 我可以去 我没有表现出她想要的反应 或许是觉得我无趣 白衣很快就挂断了这通电话 我很肯定 她不会来找我 但我的计划才刚刚开始而已 仅仅一年 白衣这种人 绝不会因为一个女人乖巧听话 就会对她另眼相看 她这样精明冷血手段很辣的人 什么都有可能成为她的软肋跟弱点 唯独感情不会 所以 当我走进这栋树后 那个叫赵一坤的胖子中年商人 在客厅里笑眯眯地打烂我 目光猥琐 恶心赤裸 唐唐 你是否也曾被逼迫走上这样的道路过 走进这栋房子 被这样的人渣用最下流恶心的眼神打烂着 浴室里水流的响声哗啦啦传来 我的手机跟包被放在了客厅 赵一坤只是个愚蠢的商人 这样的规矩自然也是从白衣那里学来的 整个北市全色交易利益捆绑 我们这样的艺人是环环相扣重 最不起眼的一环 却又是最不可缺少的一环 白衣这样的实力集团大佬深谙此道 手机 监听器 录音 录像 在进房间之前 我连头发丝都会被白衣家里的女佣 仔细查一遍 这些东西根本不可能出现 墙上的时间指针指向十一点 时间到了 我走到床边 将花瓶狠狠往地上一摔 碎片洒落一地 我无视浴室里面那人的高声询问 赤脚走了上去 先写瞬间涌出漫了一地 碰感席卷全身 赵一坤出来的时候脸色大变 我知道他再给白衣打电话 也知道白衣不会因为我受伤而来 但我等的根本不是他 十一点零五分 赵一坤家的门被人踹开 男人大不留心地走到我面前 弯腰将我横抱起身 轻轻揽进怀里 赵一坤看清他脸的时候 手里拿的手机几乎没拿稳 这人是白衣的死对头对家 一年前从国外回到北市的AW财团 CEO 韩硕 AW财团一到北市 就以一种强势又诡诀的手段 迅速占领根收购了一半市场跟产业 野心勃勃又更像是冲着白衣去的 韩硕抱我起来的时候 我撕了一声 全程他抿着唇 唇线平直眉头紧皱 从赵一坤的视角来看 他似乎对我很担心 但从我这个角度来看 他脸色很臭 抱着我下楼的时候我开口道 韩总你戏其实还挺好的 他肯定看到了 韩硕手臂收紧 这就是你的计划 韩硕语气不怎么和善 自残 他会在意 我的手掌轻轻搭上他衣巾 点了点他的胸口 他在意的不是我 是你跟你的背景 两年前唐唐去世后 我找到了回国参加亲妹妹葬礼的韩硕 将调查来的资料放在他面前 韩硕的妹妹也曾化名白星进入娱乐圈参加选秀 但还不到一年 因为重度抑郁开车时出现了幻觉意外身亡 尸检报告出来后 证明死者生前体内有大量违禁药物 外面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大雨 韩硕抱着我走到了门口 他的司机跟保镖将伞撑开 散面抬起 我看见风雨飘摇中 赵宅的大门口 白衣的车停在那里 他的司机下车替他开门 他微微低头 从车里走出来 视线摇摇落在我的脸上 踏进赵义坤的家起 他家客厅的摄像头 白氏集团旗下科技公司的最新款 白衣家客厅的同款 甚至是他们这个全色交易组织的所有会员 家里都有这款摄像头 我就知道白衣一定在看监控 他在观赏我接下来的反应 看我这样的小老鼠在猫鼠淋乐游戏中 最终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白衣缓步走来他嘴角上扬 韩总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 韩硕也笑了笑 刚跟赵总聊完事情 发现忘了东西 掉头回来就发现梁小姐受了伤 白衣看了眼我的脚 眼角动了动笑一淡了 怎么弄成这样 这话是冲着赵义坤问的 赵义坤唯唯诺诺 话也说不太清楚 白衣道 那先请韩总将女朋友还我如何 他抬手 韩硕却没有松手的意思 白总的女朋友 又是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的 他补了一具刀子 还受了这么重的伤 白总作为一个男人 可真是大度得很 梁小姐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如果是我女友 我天天锁在家里都怕她跑了 我脸窝在韩硕怀里 还好忍住笑了 这句阴阳怪气 杀伤力很足 最后我还是跟着白衣回家了 上车后白衣突然伸手握住我的小腿 我想缩回来 她却前驻不让我动 韩家那个老三 夸你漂亮 她似笑非笑 手抹撒着我的脚背 伤口开始发痛 我不想说话 真生气了 白衣手臂发力 将我往怀里拽了拽 她胳膊搭在我腰后 语气放缓了些 赵一坤不敢碰你 我是她而已 你觉得我信吗 而至于她最后会出现在赵家 也只不过是突然见到了 自家的死对头 出现英雄救美 感觉光环被突然夺走 雄尽心里作祟而已 而就在这时我手机响了 是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 白衣拿着我的手机打开 好好养伤 明天我来看你 白衣瞇了你眼 危险情绪泄出 有意思 韩硕 她看上你了 白家的私人医生 给我缝伤口时 我疼得全身发抖 咬着牙眉发出声音来 白衣眼里没有半点疼惜 她就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 直到疼还踩玻璃碎片 我嗡了声 不想她碰我 白衣笑得全身抖动 起身走到我面前俯身蹲下 梁月 你该不会是真的对我动心了 我不说话了 但眼泪却一颗一颗地往下掉 白衣不笑了 医生离开后 她坐下将我抱进怀里 她语气变得有些耐人寻味 梁月 在现在这个社会里玩蠢爱 是没有好下场的 是啊 所以我这一年 不就是让你先相信这个世界上 蠢爱是存在的吗 我跟白衣和好了 她抱着我进卧室这一晚 她说 我很特别 笑死 霸总通用语录 我从来没有觉得我很特别 也不会觉得 以后我对她来说会变得特别 她说我特别 只是因为韩硕在凌晨一点 又发来了一条短信 梁月 我这人不擅长拐弯磨脚 我很中意你认真的 这一晚 大概是因为 今晚嗅到了同为雄性动物的威胁性 白衣好像格外精力充沛跟兴奋 在我脖梗上 留在一簇又一簇的痕迹 瞧瞧 这就是白衣 真贱 停工第五天 我的脚伤好得差不多了 再次收到韩硕的短信之后 我正要拉黑 白衣穿着睡袍靠在门口 懒洋洋地开口道 去吧 去跟她约会 这个神经病 又要开始玩游戏了是吗 没关系 我最擅长的就是玩游戏 晚上换上余威礼裙 站在镜子前整理头发 白衣眼底的心上毫不掩饰 阿月 你总能给我惊喜 日子还长 我还能让你更惊喜 白衣亲自送我去的餐厅 我下车的时候 身后响起打火机的声音 她低头点烟 声音微微有些含糊 阿月 记得拿到我想要的东西 白衣她希望我能物尽其用 除了送我去其他人的床上这一招 虽然没能成功 她又希望我能用美色诱惑韩硕 如她所愿 我又很听话地去找韩硕 两个月后 我跟韩硕谈恋爱的消息上热搜 我们约会看电影 旅游 爬山 宛如一对热烈之中的情侣 而所有的细节事无巨细 我都会告诉给白衣 就这些 白衣觉得好笑 她甚至不惜出演讽刺 韩硕是不是不行 都是男人装什么纯情 白衣手压在我腰后 勒得我有些喘不过气来 阿月 你是不是不够用心 我垂着眼 看着她衣巾上的扭扣 数着有几颗 双排六粒扣 很考究身材跟腰线的一种样式 其实是比较传统古版的款式了 白衣却很喜欢 就如同她这个人一样 矛盾又怪异 看似优雅 稳重商界精英 骨子里却是个喜欢玩弄人性 跟弱者的恶毒封批 你希望我怎样做 白衣的手指 从我的鼻尖簇向下游走 最后停留在我心口醋 她笑道 阿月 你懂的 等韩硕陷进去的时候 你再把她踩进深渊里 我想看 我是最好的艺人 也是最好的演员 她要我用心 那我就按掉她的意愿去好好做 在这中间还发生了一件事 这件事成了催化白衣跟我关系 更进一步的一件契机 七月的北城 台风登陆 白衣母亲近日那天 白衣因为恶劣天气 飞机晚点耽搁了击败 去年也是我陪她去的 但今年我在乖乖完成她给我安排的任务 跟韩硕谈恋爱 台风过境 白氏祠堂被毁 白衣母亲的牌位被泥石流冲毁 骨灰盒不知所踪 她赶到的时候 骨灰盒已经放在车子副驾 擦得干干净净 没有半点泥土 秘书跟她说 一小时前我来过 我跳进淤泥里 不顾其他人的劝阻 疯了一样的把白妈妈的骨灰盒 徒手翻找了出来 我从浴室出来后 韩硕在阳台上趴着抽烟 她见我出来将烟灭掉 就空手挖个骨灰盒 白衣那种没有人性的家伙 就会被你打动 我擦着湿头发 白衣这个人很奇怪 她的生活看似生色犬马 但骨子里却又是一个孤独的灵魂 但好几次她喝醉酒 我看到她一个人开车 去了她家的老宅 就坐在院子里的树下 看着门口的那个手工木马 韩硕吃笑 原来只是个没断奶的可怜虫 我不知可否 她曾给我讲过她妈妈的故事 但她说她讨厌她 因为她从她一出生 就抛弃了她 韩硕挑了挑眉 暴毙看着我 那你还拼命把这东西捡回来 丢了不更好 我摇摇头 她越恨 表面其实也越爱她妈妈 白衣就是这样一个别扭的人 自小缺爱家庭关系恶劣 深受父权思想的控制 这一年的时间 我连做梦都在研究她的生活习惯 性格跟爱好 韩硕道 我真的很好奇 你朋友 那个叫堂堂的女生 究竟有多好 能让你做到这种地步 堂堂她呀 有多好呢 她进圈子后 拿到的第一笔拍摄广告费六千块 就直接给我卡上攒了三千 我那时候拿着考研 她在片场一有时间就给我拍视频 给我分享剧组的生活 她曾经说她 可能是我失散多年的异性姐妹 要不然 怎么这么跟我臭味相同呢 学校熄灯后 有一天她大半夜喊我下楼 我做贼一样 偷偷摸摸地跑到围栏边上 她全副武装 像个小孩一样 从羽绒服里 掏出一堆进口零食点心 从围栏里塞进来 兴致勃勃地跟我聊 说她今天参加活动 遇到哪个大明星了 还替我要了签名 就连她自杀钱 她刚在医院做手术 摘除了一个眼角膜 那个眼角膜是留给我的 小学时 左眼被邻居小孩放鞭炮炸伤 从此我就成了我们那里的 独眼海盗女 初中被校霸女霸凌 堵在教室后面 他们非要我摘下眼罩 挨揍的时候 有人从门口恶狠狠扔过来 一把椅子 伴随着骂声 曹你们大爷的 我堂堂今天不把你们屎揍出来 我就不姓堂 最后所有人都挂了财 打架的时候 她像个小牛犊子一样 更像个老母鸡 一直将我护在后头 后来问她为什么要帮我 她轻描淡写地回答 女生帮女生 需要理由吗 再说了 你看起来跟个小鼻屎一样弱 而后来 我记得她生前最后那通电话 声音里带着一点点微不可闻的颤 生日快乐 月月 记得收礼物 从此她变成了我的眼 短暂的平静之后 韩硕将两份厚厚的公司机密文件递给我 语气也难得认真 梁月 我拿出两个公司给你玩 请你一定务必要整死白衣那个狗杂种 但她顿了顿又说道 算了 尽力就行 搞不死她也没关系 我韩家不会放过她的 记住别再让自己受伤 白衣的电话进来了 我接起来 她问我 在哪 我打了个喷嚏 鼻子有些不通气 在韩硕家里 她默了片刻 这么晚在她那里做什么 我笑 不是你说的吗 让我再用心一点 白衣今天却格外的奇怪 别让她碰你 过来我这 今天可能走不了 我看了一眼时间 太晚了 这是我第一次明着拒绝白衣的要求 白衣似乎觉得意外 怎么 动心了 我叹气 打出最后一记感情牌绝杀 你妈妈今天忌日 我待会得去青宁山 跟寺里的师父约好了 我今天得去守长明灯 在我们家乡亲人去世后 子孙每年忌日 为其点上一盏长明灯 能保佑他们爱的人 呼吸深深浅浅 我能听到她的呼吸声 最后 她轻轻说了两个字 迷信 但这次的声音 温柔的不像她本人说出来的 我想 白衣大概 现在已经觉得我爱惨了她吧 她却并不知道 我的每一步计划 眼神 每句话 每一件事 庄庄渐渐 字字句句 都是处心积虑 为她设下的网 秦人节那天 我参加完某护肤品的新品发布会 在后台遇到了江星柔 她最近资源不错 看到我的时候 她故意将脖梗扬起来 以此展示她脖子上 价值百万的高奢珠宝 她的经纪人附和道 新柔姐太红了 这些小艺人 求都求不来的高奢代言 排着队来等你档期 还得是你 其他艺人 哪有你这么好的流量啊 或许是看到我脖子上 跟手上光秃秃的 什么都没有 江星柔道 刚跟一哥掰了 就急着抱其他男人 大腿去了 梁月 你压错宝了 整个北市 只有白亿 才是那个呼风唤雨的王 他脸上的笑压都压不住 起身经过我身边时 世卫意味满满 从你跟韩总谈恋爱后 一哥就把你的资源 通通给了我 话说回来 我得谢你 可我转念一想 这是我凭本事争来的 就算没有你 就算是别的女人 只有我才是 他身边最特别的那个 是啊 从我跟韩硕谈恋爱起 白亿为了让我不被韩硕怀疑 故意撤掉了我的所有资源 他说 等我拿到他想要的东西 他会补偿我的 他会让我成为 SK公司从建立以来 最红的顶流艺人 幻场的走红毯的时候 大概是见我最近胡得太厉害 我是一个人走的红毯 主办方没有给我安排搭档 而到江心柔的时候 我看到他旁边的男人 微微轻声 弯腰下车 白亿 江心柔挽着他的胳膊 宛如一副正宫娘娘的得意忘形嘴脸 仿佛在向全世界宣布他的身份 而白亿下车后 视线追过来 锁定在了我身上 我却躲闪开他的视线 放在了签名板上 拍照的时候 我听到一声奇怪的断链声 紧接着 就是身后的签名板 突然倒了下来 我的鞋子太高 还没来得跑 就被沉重的巨大签名板压住 大好的舞台塌陷 一切都发生得太快 连我也没搞清楚怎么一回事 北市地震频发 都是不大的震级 姑娘这次也是小地震 只是没想到 这次我会这么倒霉 尖叫声 指挥声 以及报警的声音 充斥着整个场地 人群四散奔逃 被写糊了视线的我依稀看见 一大群保镖将白衣团团围住 护着他离开现场 但这次 他竟然推开他们 急匆匆地逆着人流朝 我的方向而来 我获救了 救我的是韩硕 韩硕那时 就在离我两米远的台下 看到我被压住不顾余阵 指挥着附近的工作人员 一起抬动广告架 将我拖了出来 病房里一切都安静得过分 看到他靠着沙发 我松了一口气 还好没死 韩硕放下手里的杂志 盯着我脸上一点笑意也没有 梁月 你今天差一点就死了 这不是没死成吗 还好没死 就这么去见堂堂的话 他肯定很失望 韩硕道 他怎么可能会失望 他如果失望 也只会失望你没有 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跟生命 他把一段视频发给我 看看白亿 他好像已经非常在意你了 视频里面 所有人都在往外头逃跑 白亿却大不留心地 朝我的方向跑来 他的秘书跟保镖们紧随其后 试图阻拦他 给我滚开 视频里面的那个人 情绪失控的 简直不像是白亿 都给我滚去找人 给我把他找出来 找梁月 这是我意料之外的 这一年以来我所认识的白亿 狠力疯狂 精明冷酷无情 他可以是所有样子 绝不会出现这样的表情 即使是有视频为证 他这是在担心我 还是说他只是习惯了 有我这样一个得力 又听话的商品 很魔幻 甚至在韩硕将我从废墟中 找出来报起后 他阴沉的一张脸走过来 把他给我 韩硕却不予理会 白先生是不是忘了 他现在是我女朋友 怎么 女朋友太多了 已经记不得梁月 只是你的前女友了 韩硕这嘴我是福气的 周围拍摄的人太多 在这种地方发生冲突 对谁都没有好处 白亿被秘书拦住 也就是这一会 韩硕已经抱着我 上了车阳场而去 接下来的半个月 我音讯全无 韩硕陪着我养伤 伤好后 我们去了挪威看学 白亿几乎快将 我的手机打爆了 我换了手机 切断圈子里的一切联系 韩硕说 他也是男人 我被签名板砸下去的那天 他确实感觉到 白亿眼底的担忧情绪 如果韩硕说的是真的 那真的是再好不过 这将成为 我复仇之路上的最佳助力 路眼茫茫白雪 看得久了 右眼有些疼 韩硕弯腰给我戴上护目镜 往我头顶上敲了一下 没好气到 小心血盲症 11月初始冬至 我的经纪人杨姐 杨凤平 带SK公司的一批机密文件 从公司消失了 假期结束我回国 韩硕飞英国出差 分开时 他俯身凑近我 低头替我噎了噎为金 照顾好自己 我很快赶回来 我不在的时候别乱来 我点头示意他放心 他仍是皱着眉头 一步两回头地上了飞机 人群中有人在偷拍我们 我知道那是白亿的人 所以韩硕弯腰跟我说悄悄话的时候 他原本是演戏给跟踪那人看 但我却点脚亲了他一口 这样应该更逼真一些 更能刺激白亿 我如果没猜错的话 白亿应该已经在赶来机场的路上 所以我故意在机场喝了杯咖啡 深夜的机场人不多 我又是戴着口罩墨镜 没人认得出来我 我打开手机 开机的瞬间 震动跟短信提示音 足足响了十分钟才停止 而我站在路边打车的时候 一辆欧路GT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狂飙而来 刹车声发出刺耳至极的声音 等我回过神来时 已经被白亿拽上车 还没坐稳车窗落索 车子再次全速飙出 此时的白亿 完全不像那个 我第一次见到的人 眼下的他充斥着疲惫 烦躁跟倦意还有疯狂 再次被他带回家 我不肯下车 他落下车窗手臂搭在窗边 沉默着点了一根烟 为什么不接电话 他这话像极了 那种陷入爱情里闹脾气的人 我双手平放在膝盖上 刚才的飙车 弄得我未有些不舒服 不是你要我好好 跟韩硕谈恋爱的吗 我总不能当着男朋友的面 接别的男人的电话 我语气平静 却莫名激怒了他 他抬手牵住我的下颌 很用力 阿月 你喜欢上他了 我不回答他这个问题 从包里拿出文件 放在他面前 那是韩硕给我的两家公司 下半年的商业计划书 白总 你想要的东西我都拿到了 能放开我了吗 我想回家 车里很冷 白衣不喜欢开空调 我穿的扫手脚冷得发僵 他手上的力度渐渐放缓 但他没有放开我 手指沿着我的脸颊 一点点抚向脖梗簇 像是在哄我 轻轻蹭了蹭又点了点 阿月 不完了 跟我回家 我回望着他的眼睛 那双最初只带着冰冷的视线里 竟然有了人味 这是老天在帮我吗 白衣动感情了 这一次我却只是往后头 微微躲了躲 躲开了他的手 带着小声请求示弱 白总 你想要我办的事情 我都办到了 求你 放我回 白衣没再给我说话的机会 粗暴又愤怒地轻身附了过来 几乎是发泄一般地撕裂我的衣领 他越愤怒 我心里越有底 当一个恶魔有了人的感情 那就注定他的下场 绝对会是场悲剧 他扣着我的手动作一致 随即看到了 我无名纸上的戒指 只是戒指 是一枚新型钻戒 这一枚是韩硕送的 白衣买的那一枚戒指 我取了下来 这样的刺激 无疑是有效且简单粗暴的 白衣这样的男人 原本就是习惯了将女性 当作商品附属品进行交易 玩弄的资本家 可突然有一天他发现 这些商品的署有权 被一个比他更强大的对家夺走时 这种滋味想必很不好受 又是一个无眠之夜 白衣破天荒地搂着我 与我在卧室里睡了一整夜 以前的他办完事后 他就会去其他房间睡 这是一个长期处于高位的人 保持的警惕跟防备心 但今夜他却紧紧搂着我的腰 阿月 乖乖的哪儿也别去了 就留在我身边 我会对你好 身后的人呼吸渐云 这是多好的机会 我只需要拿我盘头发的金属拆 轻轻地 悄无声息地捅进他的喉咙里 可是就这样杀了他 还有好多枚有被公知于众的真相 将深埋谷底 除了唐唐跟韩硕的妹妹 SK公司高层背后 还有着更盘根错节背景 更为可怕的势力 我不能着急 我还得再等等 小年夜白衣再次带我上那艘邮轮 盛宴从起 只是这一次不同的事 我有了身份 也不需要戴眼罩蒙眼睛 白衣搂着我 我们在楼上俯视着一楼上的宴会 男男女女 愁光交错 酒池肉林 借着违禁药物跟酒精的作用 下面那些平日里 衣冠楚楚的正伤人士 此时已然变得疯狂 甚至像动物一样 只寻求着生理上的发泄跟痛快 就这样冲击感官的场景 我看到四处布满了监控 为什么还要录像 我忍着反胃询问他 白衣拨弄着拇指上的宝石戒指 牵着我坐下 他将我拉进怀里 让我坐在他的腿上 我白衣能走到今天的位置 既要掌握这些人的喜好 可也要防着意外跟风险 而这些录像 就将成为最好的彻轴 我白衣在北市 没有人再敢拦在我面前 恶狼即使是沉浸式享受真修 也不会忘了警惕四周 即使我不需要蒙眼 但手机仍然没能带进来 我看向监控器 心里有了主意 长达十天的盛宴狂欢 登上这艘豪华邮轮的人 他们仿佛已经被白衣这一套 腐化得完全失去了 理智跟三观 这里就是他们的极乐乐园 一连好几天 我都没能有机会接近监控室 在第七天入夜后 我终于逮着机会往那个房间走 但到了门口我才看到 那房间门口 竟然有配枪的海外佣兵站着 里面有多少人 韩硕的声音 从我的珍珠耳珍里传出来 门口两个 里面一个 我调整了下耳环 声音也更清楚了 韩硕那头传来许许多多打字的声音 行 我让朋友植入病毒 远程控制五分钟的警报跟灯光 两月 你只有五分钟 五分钟拿不到 你一定要保证放弃这次计划 五 四 三 二 一 伴随着火警警报升起 六 整艘邮轮的灯光灭掉 全部陷入黑暗之中 这两名佣兵朝楼下走去 房间里的人大概是以为电路故障了 漫漫咧咧地起身朝外头 走廊尽头的厕所走 门被他虚掩上 我已经顺利摸了进去 只需要拿到一份监控 白衣跟他的罪恶王国将会彻底崩塌 我摸索着抽屉 那里头有着一盒新硬盘盒子 我抽出其中一个装进衣服里面 梁月 你找死啊 门口冷不丁响起一声女声 那是江新柔 完了 我捂着衣服不出声 这次上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江新柔也在 这几天他都跟一个花蝴蝶似的 满场绕着这些宾客转 梁月 赶紧走 韩硕的声音变得急促起来 时间不够了 走不了了 虽然是在黑暗中 但我能感觉到他就在门口 抱着手臂看我出丑 喂 谁在那里做什么 上完厕所 重新返回的工作人员 远远一声抱贺 心默然坠到谷底 这一次可能是真的完了 梁月 你知道吗 我是真的很讨厌你 江新柔轻轻笑起来 讨厌你总是一副高高在上 无所谓的样子 他深深看了我一眼 但好像也就只有你能救我们了 他弯腰脱下高跟鞋 拎起来摇摇晃晃地 冲着朝他跑来的工作人员挑衅 最后他深深看了我一眼 梁月 你如果搞砸了 我不会原谅你的 说完这句话 他赤着脚扭头就跑 大喊大叫着 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我逃脱后 张旺注意着江新柔那边的动静 我不知道他还要做什么 只是看到他一步一步 跌跌撞撞朝着甲板跑过去 海风狂急 吹得他红色的衣裙上下翻飞 像急了一只美艳动人又危险的蝴蝶 白衣在贵宾室里 跟别人喝着红酒聊着天 他明明看到了这边的动静 却毫无反应 那些拥兵跟保镖朝他围过去 江新柔笑着笑着突然弯下腰去 从心直起身来时 他冲楼上高高在上的白衣 竖了根中指 然后毫不犹豫地悬身朝大海深处跑去 纵身一跃 在夜晚黑色的大海里 站出一朵小小的浪花 我捂住嘴 眼泪汹涌而出 原来他早就不想活了 白衣的休息室里 我抱着滚烫的咖啡杯 但还是觉得身上冷 好像还是没有 从刚才江新柔跳海的事情抽离出来 他得了艾滋 白衣语调平静 仿佛在叙述一个动物生病一样 那你还让他上船来 不怕你的客户染病吗 白衣吃笑 他手上戴着红色手环 大家都知道 也会避开他 好物趣味的游戏 你不是也碰过他吗 我只觉得脊背发凉 一层一层的凉气 顺着骨头往外冒 白衣语带嫌弃 就他 还没那个资格被我睡 我突然觉得眼前发黑 视线里的事物 一阵阵天旋地转 我快步朝卫生间跑去 剧烈呕吐起来 再过两天 游轮即将靠岸 而船上的这些宾客 也渐渐恢复了 往日里的正常根理质 仿佛只有江新柔的死 只是一场闹剧 没人追问他的下落 甚至没有人去 试图打捞他 晚上我听到 用冰跟白衣汇报情况 少了一个硬盘 那应该就是他拿走了 对话结束后 我感觉到身后有人躺下 白衣将我的身体 轻轻搬过来 温柔亲了过来 亲完后 又哑着嗓子道 怎么还这么烫 从那天江新柔 跳海后 我就病倒了 游轮上的医生 已经看过 但吃了药 仍是昏昏沉沉的 一直好不起来 白衣决定加速 返程速度 提前结束行程 半夜突然又响起 一声枪响 白衣似乎见怪不怪了 好像是哪个 喝嗨了的境外老板 带着枪不小心 挽走了火 我烧得昏昏沉沉 一直说着胡话 白衣冲拥冰冷道 告诉他们 谁在闹 直接扔海里 他又低头 在我脸颊上亲了又亲 阿月 乖 快点好起来 临近靠岸前一晚 昏昏沉沉间 我又感觉 他在截我的睡衣扭扣 我下意识地反抗 用手推他 他却竖住我手腕 声音带着难以自控的急促 忍忍 出点汗就会好了 这一次我没有忍住哭了出来 他以为是自己弄疼了我 但其实我是被恶心的 船快靠岸的当天 我终于好了起来 披着厚厚的外套 走到甲板上看海鸥 远处朝阳明艳 审判日终于要来了 阿月 白衣突然叫我的名字 我回头 他趴在我上方的围栏边上 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东西 他扯了扯嘴角 看看我从你包里找到了什么 真是令我惊喜啊 你自己说说 我该拿你怎么办才好呢 阿月 硬盘被他发现了 船即将靠岸 岸边围满了警察跟警车 白衣将那个硬盘丢进了海里 包括其他的 通通被他的手下扔进海里去 阿月 你想我坐牢 他的眼眶好像有些红 不知道声势海风吹的缘故 看不太真切 我摇了摇头 不是 白衣 我想要你死啊 白衣一痴痴笑起来 可证据都被我毁了呀 我也笑 拿到后 我就已经用手机读取里面的内容 将所有证据都上传给了警方 光走私贩毒这些罪名 你都死定了 他扶长大笑 笑得几乎直不起腰来 还有 我微微笑 抬手拿掉了右眼的隐形眼镜 露出透了几分怪异的右眼 为了捕捉到最完整的证据 这里面植入了微型内里摄像头 说真的 挺疼的 白衣 但为了让你死值得 他慢慢平静下来 你就不怕我现在杀了你 我却格外期待的样子 你最好是现在杀了我 那样你脱罪的可能性就会变成零 他眼底还是有几分不甘 你是为了寒硕 是别人 我摇头 不过 宁戴已经不记得他了 但在你面前 再次提起他的名字 对他是一种亵渎 传靠暗了 白衣道 你到底有 没有 没爱过全是演戏 喜欢是假的 情话是假的 所有的一切都是处心积虑 为你设下的戏 杨姐没跑 是我找人把她关了起来 制造的背叛公司的假象 文件也是我拿的 白衣 你都不知道 我有多恶心你 我按你母亲骨灰的时候 我还在想 埋在里面的 要是你该有多好 毕竟你这样的畜生 只会欺辱女性的垃圾 不配谈感情 我肆无忌惮地 一刀接一刀地 往他心口捅 白衣 放下武器 我抬头 白衣抬起手臂 拿着手枪 缓缓对准了我 但最后 他没有扣下扳机 就被成功登船的警察 摁倒在地 直到我被韩硕 用外套裹着 搀扶着下船 他的视线 一直死死地盯着我 次年三月 SK集团的今天丑闻 被公之于众 无数被潜规则过 或是经历过那些 恶劣遭遇的艺人们 才接二连三地站出来 为自己发声 最小的才刚成年 还有许多像堂堂 跟韩硕妹妹一样 被意外害死的艺人 恕罪并罚 白衣被判死刑 死刑前 他想见我 我拒绝了 白衣被执行死刑后 我带着好吃的零食 去见了堂堂 坟前已经长了些小草 我擦干净墓碑上的灰 点了一炷香 靠着墓碑 跟他聊了会儿天 我想起高三毕业那晚 堂堂给我化妆 卷头发 鼓励我去给校草表白 结果我被拒绝了 我伤心之下 把自己灌了得烂醉 堂堂背着我 一步一步 慢慢往回家的路走 一路走一路骂 骂得全是那个校草 仔细一看也不咋地 哪像我们月月 近看远看都美得很 没关系 我发誓咱们月月 去了大学 保准一开学就脱单 让她后悔去 我因为醉酒投昏眼花 却仍知道 搂紧她的脖子 我最喜欢我们家堂堂了 好喜欢 好喜欢 堂堂下辈子慢慢走 记得再等等我 韩硕翻外 梁月是个奇怪的女生 看起来文文弱弱 骨子里蕴藏着的力量 却能如此惊人 她为了寻求一个正义跟真相 不惜以身作案 甚至连眼睛直入摄像头的时候 她连坑都不坑一声 初时她只是 觉得她是个疯狂女孩 但随着时间的过去 好像她有点太多太多了 多到她总是忍不住 要多看两眼 这样子的女生 白衣怎么可能不爱上 除非她真的完全是畜生 可是她是人 至少她有一些残存的人类情感 幸好她还有着这一点感情 白衣能爱上梁月 她一点也不觉得意外 因为她也喜欢她 不知道是在梁月 第一次找到她的时候 还是她提出计划合作的时候 又或是后面的假恋爱过程中 即使她遭遇了网报 被人说她是靠金主上位的艺人 又或是她被白衣一次一次欺辱 她从来都没有想过放弃 像一只奔波于荆棘丛中 不知疲倦 闲之铺路的小鸟 她曾问过 她为什么能坚持到现在 梁月只是说 如果人人都坐视不理 那么今后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艺人 被迫臣服于资本的淫威之下 女性不应该被定义 就算是艺人 她也能走自己想走的路 堂堂生前 是个爱打抱不平的女孩 连她都 她一定是受了很大的委屈 我家堂堂 跳下去的时候该有多委屈 如今承爱落定 她却不敢主动表达心意 只是远远地站着 看她靠在墓碑旁 一个人跟堂堂说着悄悄话 聊着天 她心里的伤还很严重 她不想冒昧吓到她 没关系来日方长 她有的是时间一直陪着她 慢慢守着她 直到未来 她一定肯正视 多看她一眼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贤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